这段时间,有很多种族户口发信息,就是说种的番茄,黄瓜,甜瓜,新叶,生长点的地方,拔黄,有的是边缘出现那种苦焦,看这是什么病害,或者是怎么造成的,这样一看,基本都可以判断,这就是缺素造成的,就是我们吃肥的时候,营养不均衡,造成的这种现象。 一般呢,你如果这个作物啊,这个叶片从下部到上部,开始变黄,这个呢,一般确实是大量元素,如果先从这个生长点,新叶这个地方,变黄,出现问题,一般是缺少中微量元素,这个是一般的规律啊,一般的规律。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缺素症状呢,就是什么是农货啊,是肥有问题,造成的,一般有两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市场上随便买一些水龙肥。 现在市场水龙肥这些话啊,淡淋甲我们不用说了,应该都没啥问题,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呢,一般中微量元素这些话,一般就出现问题了,微量元素,一般可能会里面给你喊两个微量元素,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微量元素常见的,必须用的是八种微量元素。 一般那个水龙肥里面是含有两种微量元素,你怎么能够呢,是不是? 所以说啊,你就会在生长点,表现出来缺素症状。 另外一种原因呢,就是用了,然后根部用的很少,然后主要是平时打药,在这个喷雾这些话使用。 你想一想,如果喷雾就可以补充营养的情况下,就代替了根部使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以后谁还会在根部再去加这个肥料啊? 你这个肥料浇水来的时候,你加上肥料啊,就会对根系或多或少的造成影响的。 如果你不加肥料,制浇清水的情况下,那根系绝对很好,那我们就是叶面空物都行了吧。 所以说呢,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 一般情况下,记住啊,叶面补充营养元素,仅仅是一个治标,治不了本。 作物生长期需要的各种的元素这些话,主要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根部的吸收,不可能叶面空物再去根部追肥。 再一个,以后记住,我们在施肥这些话,一定是均衡施肥,不能缺少这个,又那个多了,这个少了。 你缺少一个,但你的生长点就会表现出来问题。 朋友们大家好,上一期呢,我们是介绍了关于亚磷酸钾它的一些知识。 咱们很多朋友啊,就是咨询现在亚磷酸钾和这个磷酸二星钾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这一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就是聊一聊啊。 第一个呢,区别啊,就是说亚磷酸钾这个含磷啊,基本上就45%到50%之间。 呃,含有这个钾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50%到60%之间啊,可以说呢是高磷和高钾。 而这个磷酸二星钾呢,里面还有这个磷啊,基本上是52%啊,而这个钾呢,基本上是34%。 也就是说磷酸二星钾实际上呢,它属于是一种高磷的一个肥料。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呢就是,磷酸二星钾当然了,这个价格呢更便宜,对不对? 而亚磷酸钾呢,价格比较贵一点。 磷酸二星钾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基本上一桶水量啊,可能会用到50克到100克之间。 当然了,大田的作物可能会用的会更高一点啊,用的会这个浓度呢,会更大一点。 而这个磷酸钾呢,这个由于含量非常的高,基本上就是一桶水的使用量啊,维持在这个7毫升到10毫升之间。 所以说用量呢比较小,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咱们在使用磷酸二星钾的时候啊,那么只能和一些凹和钛的,比如说钙呀,或者凹和钛的锌啊,去混合使用。 而不能和一些这个铁钙、锌、锌、锌啊,这些微量元素去混用,只能去和凹和钛的去进行混用啊。 这是磷酸二星钾,那么亚磷酸钾呢,是可以跟大部分的这个微量元素啊,去进行混合使用的。 这是这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亚磷酸钾呢,它同时呢,还有一个抗病害的一个作用。 主要靠的就是一种亚磷酸呢,从而呢,那么导致啊,咱们一些真菌包子,那么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啊,发生了改变啊。 它只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呢,起到那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而磷酸二星钾呢,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